落马的陶瓷大师 中介委反腐败的调查范围在继续扩大 从官场到商界再到艺术圈 几乎无死角 在江西省景德镇时 当江西原省委书记苏荣落马半年之后 因苏荣妻子于立方 而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景德镇艺术圈 开始被波及 从而揭开了以亚惠为支撑的 景德镇陶瓷艺术圈与官场的勾连 1月9日江西省纪委公布 景德镇陶瓷学院原党委书记冯林华 正听及涉嫌严重违纪 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官方资料显示 冯林华曾任景德镇市委常委 市政府副市长 他还有一个公开的身份 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 当地多名政商人士向记者透露 在此之前 冯林华的儿子孙洪亮 从母亲 已经于2014年12月被带走 之后 景德镇民间 有关冯林华被调查的传闻一直不短 一位与冯林华住同一个小区的人士告诉记者 为了辟友 冯林华与家人这段时间天天在小区内转悠 这么冷的天 这么赶 无非是要证明自己没事 但有事的人终究还是会出事 记者从一些了解冯林华底细的景德镇官场 以及艺术圈人士中获悉 多年以来 游走于景德镇官场及艺术圈的冯林华 遭受诟病的主要问题在于 游走于景德镇官场及艺术圈的冯林华 遭受诟病的主要问题包括 在其担任副市长期间 与儿子组成贪腐父子党 似无忌惮的插手 并垄断工程以权谋私 在其担任景德镇陶瓷学院党委书记期间 明码标价 买官卖官 在其实际控制的景德镇陶瓷艺术研究院 父子两人将旗下画家们上交研究院 收藏的瓷记作品据为己有 涉及金额 获达上千万 当然 民间也在议论 冯林华此番落马 是否因受苏荣妻子于立芳所牵累 于立芳很喜欢陶瓷艺术 在苏荣担任江西省委书记期间 她以省委书记夫人的身份 长期在景德镇拜师学化 并拥有个人工作时 广受景德镇官场及艺术圈的追捧和欢迎 景德镇方间传言 于立芳从景德镇拉走的瓷器 几个火车皮都装不下 以此来形容她的贪婪 以及景德镇官员和大师们的谄媚 冯林华也很积极主动地 经营与于立芳的关系 这在景德镇艺术圈并不是什么秘密 一个公开的例证是 2010年5月 由时任景德镇市委常委 副市长冯林华一手操办的 《中国瓷都景德镇》 首届上海陶瓷成就展 将于立芳的陶瓷作品 与景德镇的其他陶瓷艺术大家们的作品 一起展出 于立芳的作品 也被收录在了这本由冯林华编著的 成就展作品集中 而在专业者看来 于立芳的作品 最多只能算是学生的稚嫩习作 《南登大雅之堂》 江西省一位出版界人士告诉记者 于立芳曾想出版一本个人作品集 通过中间人找她帮忙 她拒绝了 理由是 她的作品太烂了 这位出版界人士称 思局最终浪费了自己 与省委书记夫人交好的机会 而冯林华的做法 则得到了相应的回报 2011年9月 10年58岁的冯林华 从景德镇副市长 升任景德镇陶瓷学院党委书记 在快退休的年龄被提到了政厅级 而且能唠叨桃院书记一职 没有关系是很难的 这也被景德镇官场和艺术界认为是冯林华与于立芳关系亲密的例证 但也有人认为 若是关系特别密切 冯林华最后的职位 应该是景德镇市政协主席 而非桃院的党委书记 景德镇的一位官员对记者分析 那时候 却有一段时间传闻 冯林华要当景德镇市政协主席 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但你若从作为辞都的景德镇来看 这所陶瓷艺术的最高学府 在景德镇的地位是非常显赫的 陶院党委书记一职 也就并非无足轻重了 景德镇陶瓷学院 在景德镇地位的显赫 或从其为当地输出的官员可证一二 冯林华在转入官场之前 曾经是景德镇陶瓷学院的教师 而他当年在陶院的另一位同事 也从陶院转入了官场 并成为了冯林华的领导 历任景德镇市党政主要领导 主政景德镇长达十余年 当然 冯林华被抓 远不止是这点事 他与儿子孙洪亮组成的贪腐父子党 在景德镇声名狼藉 孙洪亮最后的官方身份 是景德镇市公安局 陶瓷工业员分局政委 赴县级 但据知情人士透露 他在社会上的主要身份 是孙老板 其主要时间和精力 都花在了工程项目和生意上 孙洪亮的同事告诉记者 他很少到单位上班 抓他的那天 单位以开会的名义让他过来 孙洪亮穿着制服来开会 开完会 他被要求脱下制服 他对抗 最后被强行脱掉制服带走 据知情人士透露 第二天 孙洪亮被江西省纪委的办人员 从景德镇带回南昌 并开始陆续交代 他与父亲冯林华的贪腐问题 一位与孙洪亮在声誉上 有交集的商界人士向记者透露 孙洪亮所涉及领域 包括地产 基建 陶瓷艺术 现代汽车4S店等 从其所涉领域看 多为其父冯林华权力所及范围 冯林华的权力更迭至哪里 孙洪亮的生意就到哪里 冯林华在担任景德镇市副市长期间 分管的城建 规划 国土等领域 全是肥缺 据上述商界人士称 孙洪亮几乎涉足了所有这些领域 并垄断了部分基建和城建工程 例如当时的连租房建设 挖土和扎土工程多由他垄断 多为与孙洪亮交往的人评价 他是一个双面人 表面上很好 很和顺 文质彬彬 一表人才 但实际上 生活迷懒 性格张狂 赚钱的手法非常狠 平日里 孙洪亮以国际一线奢华品牌 从头武装到脚 名车 名包 华府 豪宅 这与他作为景德镇市公安局 陶瓷工业园分局政委的收入 极不相符 很多人都看不惯他 盼着他早日被抓 上述那位商界人士说 而在孙洪亮被抓之后 与他合伙的十多个老板 也被牵连着进去了 与其说他的父亲在惯他 还不如说就是他父亲刻意的安排和操作 一位与冯霖华来往较多的画家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冯霖华的胆子很大 什么事情都敢干 他的儿子就更不用说了 父子俩太贪婪了 而为了掩饰巨额财产的非法来源 据说 顶着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名号的冯霖华 拼命地在陶器上画画 一边有理由说自己的钱是卖陶器作品得来的 但正常情况下 我们一个月能画三到五件作品 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他一个官员 政务这么繁忙 即使不睡觉 也画不出这么多来 上述与冯霖华来往较多的画家说 据说 景德镇陶瓷艺术研究院 成了冯霖华父子敛财的后院 与性格张狂的儿子不同 冯霖华看起来比较友善 没有架子 见了谁都很客气的你好你好 上述那位画家称 友善的冯霖华很善于营销自己 例如 喜欢在景德镇的公共场所题字 在其落马后 他在景德镇财政宾馆的题字已被抹去 喜欢将自己的作品 在景德镇的公共场所公开展示 喜欢将自己的作品集到处送人 有一次 这位画家送一个客户到机场 恰好在机场遇上了冯霖华 冯霖华跟这位客户原本不认识 但他一上来 就递名片书画等等 他的书随时都带在身边 随时推销自己的作品 而有关冯霖华的作品评价 在官方语境和民间言论中 有较大的分歧 公开赞扬与私下非议迥异 在公开的宣传中 冯霖华被认为 追求一种以中国精神为主导的 东西方艺术融会 和结合的绘画方式和语言 多半从易经 老子 庄子 洛神父 等中华文化中汲取营养 感悟生命 激发灵感 那么冯霖华又是怎么当上 陶瓷学院的党委书记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你觉得主播播的 还有那么一点意思的话 欢迎您关注一下主播 订阅一下专辑 分享转发一下 主播苏醒不胜感激